过了40岁了 想要越过越好 必须要依靠这三样 第一样 就是身体健康 我一个朋友就得了一个感冒 他40多岁了 这次感冒还引发了肺炎 特别严重 住了小半个月的医院 而且恢复过后 还有很多的后遗症 掉头发疲惫 以前熬夜 现在他熬个夜 身体都特别不舒服 身体不健康了 尤其是对于中年人来说 最大的打击就是 你现在是职场能力 工作经验最好的时候 可你有心做事 却无力支撑 这也是很多人 在中年危机时 最大的心魔 眼看着有机会出现了 但就是冲不动了 那种自责和无力感 是特别毁人的 所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你真的才能有一切 第二个 钱 正如莫言先生所说的 金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金钱 是万万不能的 还有很多人呢 会想着依靠孩子 但是现在的社会压力 比以前要大很多 你的孩子能不啃老 其实就算是 胜过很多人了 记住啊 手里有钱 心里就不会慌 钱不仅是生活的基础 也是制衡的工具 制衡一切的关系 仅靠血缘关系 真的是不够的 只有通过一定的物质 支持 别人才会心生敬畏 才不敢轻易触碰 第三 就是心态 心态决定了 我们的生活的幸福度 过多的期望 就会导致患得患 但是忧愁抱怨 谁也不喜欢跟一个 总是抱怨的人生活在一起 如果总是希望子女 对你格外好 伴侣百依百顺 那你必然会失望 学会放下 懂得看淡人生的得失 不去斤斤计较 那么自然心情舒畅 人到终年 看透视视 不纠结 不困惑 过好眼下的每一天 人生就是赚的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